如果你有六百万 六套房 六个法廊 还有一个小酒馆 一个月纯收入十万 你还会去杀人吗 我知道臭宝们不仅不会 还会接着奏乐接着舞 但是今天这个北京狠人不仅杀了 杀的还是自己一家六口三代人 三代外人杀了 然后是大老妹妹 然后是我父亲 然后我母亲 最后就 打下孩子 我就俩人了 时间2009年11月27日 地点北京大兴某小区 这天上午 一个叫做王帅的男子 来找姐姐王美玲 也为对方失联好几天了 电话不接 信息也不回 但是敲了半天门 始终没有人开门 王帅感觉很奇怪 于是找物业接来梯子 爬到姐姐家的二楼窗户边 只一眼 里面的一幕 就成了他往后余生 每每想起 都挥之不去的噩梦 也为他看到屋子的墙上 地上全是血 姐姐的婆婆 正血淋淋地躺在客厅中央 王帅的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 慌慌张张报了警 警方立即赶到现场 然而打开门一看 一股寒意瞬间 从脚底袭遍全身 屋里躺的哪里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也就是说 这一家六口人全死了 且每个人都是一刀毙命 床上地上都是血 除了姐姐 惨遭毒手的 还有她的公共婆婆和小姑子 以及两个加起来 还不到七岁的孩子 但可疑的是 这家户口信息总共是七个人 唯独姐夫李磊不知所踪 他是遇害了 还是侥幸逃脱了 带着疑问 警方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像 然而里面的内容 却让警方的脊背一阵发凉 画面显示 11月24号早上八点 李磊一手提着袋子 一手拿着拖把 从家里走了出来 随后 他将拖把丢进垃圾桶 袋子则被他塞进了自己车里 随后扬长而去 两个小时后 李磊开车返回小区 十分钟后 再次驾车离开 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而怪就怪在 法医的鉴定结果显示 这一家人的死亡时间 是在11月23号晚上10点多 李磊23号晚上回家 24号才从家出来 家里发生的一切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唯一的解释就是 李磊极有可能就是凶手 尽管不敢相信 警方还是对李磊发布了通缉令 来了 他逃 他追 他插翅南飞 警方最终于十个小时后 在三亚找到了正在度假的李磊 面对警方的引手桌 李磊没有丝毫反抗 回警局后 他也表现得十分配合 不等警方动用大记忆恢复术了 就主动交代了 李磊极杀了 李磊淡漠的口吻让人害怕 而他杀完自己一家六口 居然还跑到海南度假了 可是问题来了 李磊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亲人痛下杀手 甚至连亲生儿子都没放过 据李磊交代 11月23日这天 他本来没想将一家六口杀害 而是在饭馆和厨师商量上新菜的事 结果就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要求他十点之前必须到家 否则就别回来了 这让李磊烦不胜烦 直接把电话挂了 然而十分钟后 妻子的电话又来了 还带着老父亲一起催他回家 在妻子王美龄的不断催促下 李磊在九点半离开了饭馆 十点之前回到了家里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 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到家后 李磊的父母和两个孩子都睡了 妹妹在房间玩电脑 妻子王美龄坐在桌前 算着自己的业绩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然而看到李磊回来 妻子上来就是一对叔叔 先开始问我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回家 就来气呼呼的 咱俩哥找我要钱 李磊的妻子是一名直销员 每个月都必须完成相应的任务量 如果完不成 就得自己补缺口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月任务量是九万 但你只卖了四万的货 那剩下的五万 就要自己掏腰包 李磊对妻子的工作十分不解 更不支持 因为他几乎每个月 都要给妻子四五万的补贴 如果不给就吵架 这回又到月底 妻子再次张口了 李磊却烦了 王美龄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结婚七年的丈夫 竟然能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他甚至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丈夫一刀砍死了 而这一切只是噩梦的开始 杀妻时冒出的鲜血 喷了梨了一脸 点燃了他内心莫名的仇恨 看到妹妹房间的灯还亮着 他竟然直接走进去 把妹妹也给砍死了 你为什么那么狠她呀 这平时老告狗状什么 那么感觉着特烦 带一个那些 反正给他妈杀红我眼了 连砍两人的梨了 内心并没有多害怕 反而有一种隐隐的畅怀 仿佛压抑多年的灵魂 终于得到了释放 于是他疯 他狂 他丧心病狂 又对着妹妹的尸体连砍树道 才满脸是血的吊转刀头 准备回房 然而路过客厅时 听到外面动静的李磊父亲走了出来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 老人待在原地瑟瑟发动 我一看着他 我就起来了 我就 我照着脖子上 给他来一刀 可怜的老人 估计怎么没想到 他不是老死的 也不是病死的 而是被自己的亲生儿子砍死的 然而悲剧还没结束 李磊母亲也听到了门外的动静 小跑过来查看 在杀完妻子妹妹和父母之后 李磊的李志总算回来了 他躺在满是鲜血的客厅 放声大哭 坐客厅 哭了几个小时吧 他们都死了 就我一人了 我得也想自杀呗 然而就在他举刀挥向自己的时候 突然想到他还有两个儿子 这一家人 都没了 都没了 感觉他们活着也没什么意见 找完以后受罪了 杀得了 于是就这样 李磊竟然连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也杀了 一个六岁 一个还不到一岁 做完这一切后 李磊全身贪乱在地 他想哭想叫想发疯 但又怕引来邻居怀疑 于是连点三合文箱之后 他开始清理现场的血迹 后来发现根本清理不完 于是干脆换了身衣服 关掉了家里的水电总开关 出去扔了一趟垃圾 再回来 带上家里所有的银行卡和现金 打算把之前想完没去玩的地方全都玩一遍 等哪天被警察抓到了 就哪天进去吃花生米 然而没想到的是 尸体被发现后的第十个小时 他就在三亚被警方逮住了 可是让人不解的是 就算心情不好 就算与妻子妹妹矛盾重重 跟父母有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连父母都杀 一开始警方还以为是为了拆迁款 因为不久前李家刚拆迁 李磊父亲分到了六百万的拆迁款和六套房 难道是为了钱财 李磊表示根本没必要 李磊16岁外出打工 25岁买房买车 期间认识了在理发店当学徒的妻子 后来生活好了 他就被妻子开了六家理发店 自己也有一个小酒馆 零几年时 他就已经月入十万 父亲的点钱 他压根看不上 那是为什么呢 李磊的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 平时不爱说话 但对李磊的管教却非常严格 平时非打击骂 李磊16岁外出打工 17岁工资就到了三千块 96年弄个屁股机 弄个手机拿着 感觉回家 挺有面的 来回家 你觉得学样学样 然而父亲看到后 却觉得他的钱来路不正 直接把他的东西给砸了 这让李磊与父亲的矛盾越来越深 甚至变得不爱回家 觉得家里没有外面自由 在案发的前一天 李磊和父亲又因为琐事吵架 本就心情不好的他 在遇上了妻子的咄咄逼人 和管东管西之后 矛盾彻底爆发 没想怎么怎么杀 没有什么预谋 而被检察官问到 后不后悔时 他也依然不肯认错 只求一个诉识 最终 李磊因故意杀人罪 被快死刑 奶奶和岳父母 也向他提出了 400万的赔偿